而为了配合政府推动原住民族语复证 进而提升乡内学习族语的风气 达人乡公所今年度是提高了族语奖励金 基优族语认证合格者原本只有提供6000元 这一次则是提高到了1万元 希望鼓励更多的乡亲一同复证传承排完族语 为了配合政府推动原住民族语言复证 并鼓励族人踊跃参加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 进而提升乡内学习族语的风气 达人乡公所今年度提高族语奖励金 中高级族语认证合格者调整至每名新台币5000元 高级族语认证合格则调高到8000元 优级族语认证合格者则是1万元证 有族人表示确实能增加继续考族语认证的动力 其实会驱使很多比较年轻一辈的 就是可能很愿意再多加紧多认真一点 然后可能从中级因为是从中高级 有多加一些经费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福利 就是我比如说我自己是中级 那当然我本来就一直想考中高级 那除了这个自己想要认证自己的族语能力之外 当然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鼓励 我觉得会驱使我自己有可能 接下来在明年的时候就会很想去考中高级的族语 更认真去学自己的部落语言这样子 而奖励对象主要是涉及在达人乡四个月以上 参加族语认证合格的族人 或是未涉及达人乡 但任职在达人乡辖内各单位 参加族语认证合格者就可以申请 申请的方式 只要收到族语认证合格证书后六个月内 向达人乡公所提出申请表申请日前四个月内户籍腾本 足以认证合格证书银本 身份证正反面银本 以及金融存折封面银本 入位涉及达人乡 但任职乡辖内各单位者 则需减负在职证明 送交至达人乡公所即可 欢迎符合条件的乡名 尽速向乡公所申请 把握自己权益 就总结 达人乡不到 请不吝点赞订阅